美食 美食 飞机来了 你看看 大家要有朝气要活力 所以我们今天做 活力的蔬菜泥 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 活力蔬菜泥 非常棒的 这维他命ABC 通通都在里面的 非常的充足 非常的够 我们准备一个我们的 飞鞋的铸铁锅 为什么飞鞋喜欢用铸铁锅呢 因为它是很紧 它上它做铁梨子 然后它倒热非常的快 它火候也很够很够 然后呢最主要 它有保温时间很久 保温时间很久 还有呢 你煮久的时候水分不会干掉 所以它所有整个的一个蔬菜 甜味啊 那个甜度啊 全部锁在我们的锅子里面啊 好 我们就所有把这个蔬菜都丢下来 一点点橄榄油就可以了 好 全部丢下来 好 很简单耶 你看看 那假如这么多东西 你没有用飞机这种铸铁锅的话 你真的要煮很久 假如用一般的不锈钢锅锅煮啊 对不对 那不锈钢锅煮菜的味道是不一样哦 不知道味道就是差很多 味道真的差非常的多 所以朋友你不相信 你试试看 味道就是不一样了 好 我们加一点冰糖 这一点点不要多哦 就因为它水果很多的是酸 然后我们加一点的糖提味 你看就这样子 过不过瘾嘛 你说 来 锅盖起来 哈哈 好 今天用这个菲姐这个铸铁锅 它的好处颜色漂亮 你知道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通通喜欢 它就是它漂亮 你需要摆任何类的角落 你不主要摆在角落 它已经很漂亮 它颜色又多又缤纷 你知道吗 所以假如小朋友 有一岁之内的小朋友 假如照菲姐这个方式做的话 很好吃 你要分享哦 好不好 那像一滚的时候呢 我们就等它 也是一样二十分钟 左右就可以回来了 好不好 我们待会见 二十分钟 到了 我们就要回来了 我们赶快打开盖子看一下好不好 哇 我已经闻到香味 香气了 精神都来了 你知道吗 好来 一二三 害羞 耶 香香 好开心哦 你看看 这样我们的小baby真是好幸福哦 好就这样煮完了 我们什么都没有加哦 像煮这样的一锅 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这样子再稀释一下呢 可以做成水果茶 非常好喝 嚇死人了你知道吗 然后呢我们自己也可以当一个 假如我们做一个牛排啊 有主食啊 或是鱼排之类对不对 我们这也可以 就不用打成你也是这样 放在旁边 有这样的配菜 哎呀 真的可口的 我真的了啊 现在我们就赶快拿裹机器来打 好轻松啊 哇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蔬菜你 这样的高级 那边都要脆了 应该杯姐 四十年前 我就提上 少油 少盐 煮菜没有油烟的 少油烟啦 对不对 吃天然的 没有放味精的 杯姐吃了四十年 现在人家知道什么叫健康 不够了啦 真的不够了 但是没关系 那我们要为了我们下一代 要有点责任 所以就开始要教育我们下一代 吃得要天然的 自然的 好吗 好今天我们这样子一个蔬菜 希望介绍给朋友们 希望你知道飞姐的方式 这样子做 好不好 EBIS成功啦